字幕志祥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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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之前都有畫過 但今天就學到特別多些東西 因為導師都有很多 臨開場前都有給了很多素描 印象很深刻 就是他最後就說 可以試想想 走一個幅畫的感覺 我覺得這是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意見 我們應該怎樣取材 我是第一次在街上畫畫的 這次這個workshop 我覺得都是很特別的體驗 因為又可以和一群喜歡畫畫的人 一起交流一下 又會有大師指點一下 從一開始完全不知道怎樣落筆 都可以完成到一幅畫作 然後跟大家交流 又可以看到其他人 其實他們畫畫的角度 他們的想法又會有不同 我覺得都是很有趣的體驗 是的 我都是第一次參加這個活動 其實看到 通常記錄的現在時代人 都是用相機 其實如果用一支筆 一本寶 原來都可以畫到 這麼接近現實情境的情況 我覺得真的很驚訝 還有可以看到現在香港本地藝術家 看到用一支筆 一本寶就可以畫到現場環境 其實挺有趣的體驗 這是挺好的體會 不好意思 我們兩個都要咬著包 因為很趕 我們還有不夠九個字 還有八個字 我們就要從這裡觀行 趕過去對面灣仔 就有另一個活動 Yan 他就說他是觀行街坊 來的 他過來就是 來小小挑一下機 來看看有什麼 為什麼你們這些人 會這樣聚在場上畫呢 我覺得這個就是 畫的 或者甚至乎是本身 Studio KT 那個有趣好玩的地方 就是透過一些主題 例如我們畫東西 不一定畫東西 攝影 去聚在社區的一些人 因為同一個主題 大家互相來看看你做什麼 你又看看我做什麼 我覺得 跟我們平時畫東西 就有一點點不同 但就很有趣 有時候 過程是重要的 要給他信心 結果不重要 無論是小朋友或是家長 他們都很享受整個過程 他們有時候未必會知道 或者學到什麼 這不是重點 而是氣氛令他們感到開心 其實整件事才是 可以在一個很愉快的環境裏面 學習才是最重要 從中就更加去培養他們 怎樣建立他們的自信 或者是去訓練他們的身體 家長也可以在旁邊輔助 因為增加親子的互動 以來就可以更加令到他 看著他自己的小朋友成長 我沒有試過舞獅 今天可以搖來搖去很開心 我最喜歡玩舞獅 就是那隻腳可以跳一下跳一下 剛才老母獅的時候 可以跟其他小朋友合作很開心 其實Beat Box這件事 上手其實不難的 所以大家只要肯去嘗試 很快學得懂 其實很快上手 就可以馬上交來馬上 會見到像今天一樣 家長和小朋友一起學Beat Box 我留意到家長 最初都是很害羞 叫小朋友 後來家長自己玩一份 其實那是很開心 好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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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見